摩托罗拉 三星 丰田等一大批外资企业 与政府一起采取了严密的措施 一边预防非典 一边保证生产 在深圳 外商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普遍是乐观态度 反应企业负责人对深圳宏观环境判断的 企业加信心指数 在一季度达到了139.79% 比上年同期提高了3.62个百分点 前不久 深圳最大的集成电路生产商 在一把微电子公司的一条新产品生产线 按原计划逐期投入生产 今年前四个月 深圳利用外资三大指标的项目数 协议外资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增幅 都在15%以上 其中兴签利用外资协议759宗 同比增长17.3% 实际利用外资额增长16.7% 列实际利用外资额第二位的美国 前四个月对深圳投资增长15.54倍 今年四月以来 辽宁 山西 湖南等地 强化技术创新 应对市场变化 重工业制造业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 日前 一座最大处理能力110吨的巨型热处理炉 在大连重工企重集团投入使用 工人师傅坐在干净整洁的危机室里 轻点鼠标 以强之隔的生产线上 其重吊臂已经将100吨的发电机缸体 稳稳送入炉内 技术人员介绍 这座拥有世界一流技术的热处理炉 工作效率比旧炉高了整整四倍 操作人员却由四个捡到了一个 大连市今年共安排 技术升级改造资金70亿元 比去年增加40% 在重工业基地沈阳 有关部门精选了华润三阳压缩机 汽车零部件员等80个关键项目 进行技术引进和升级改造 今年我们专门拿出3亿元的贷款贴取资金 重点开发和启动 一批对经济发展有牵动力的项目 今年以来 虽然市场形势不断变化 但实施技术创新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始终是山西湖南等省份工业部门的重中之重 一至四月份 不锈钢冷闸线改造等 十多个重点项目的投产 推动太原钢铁集团主要生产指标再创新高 整个集团销售收入实现48.5亿元 同比增长41.4% 成为上半年山西经济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 今年四月份 山西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60亿元 同比增长了22% 在湖南 工业企业在生产装备技术创新的同时 加大了产品创新的力度 今年四月份 湖南省一家机械制造公司的主营业务数猛的103% 他们的秘密武器只有一件 高压轻汽车 由于生逢其时 产品刚一面试 就被长沙市黄泳 目前上万名工程建设者正在加减施工 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各位观众 这里是国家重点工程西汽东苏工程的起点新疆 我现在是在素有火舟和丰富之身的吐鲁番南部无人山区向您报道 随着这根管道的落下 新疆段的工程胜利地完成了一半 正在建设中的西汽东苏工程新疆段的第三标段A段工程 全长100.36公里 由于处在吐鲁番盆地的无人区 水源缺乏 风沙大 自然环境恶劣 但是各族石油职工发扬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的作风 使工程稳步推进 目前新疆段五个标段中 轮台哈密段已全部完成 观众朋友 我现在是在西汽东苏工程苏镇湖段南京道无湖支干县的城市场 在我的身旁 工程建设者正在紧张地进行管道汉街的工作 那么来自西部的天然气 就是经过这条管道从江苏被输送到了安徽 经过3400名建设者的艰苦奋斗 全程290公里的苏镇湖主干道的施工已经全部结束 两条总长220公里的支干线的施工已经进行了60% 西汽东苏工程西汽新疆轮南 途经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长4000公里 设计年输计量120亿立方米 管道工程途经戈壁沙漠 黄土高原 太行山脉 穿过黄河 淮河 长江 是中国目前距离最长 管径最大 投资最多 输气量最大 施工条件最复杂的天然气管道 据最新消息 西汽东苏东段三大控制性工程 长江隧道顿购穿越工程已经绝近了1392米 占总长的70% 郑州黄河穿越工程中 4045米的定向钻穿越已经完成 3600米的顶管穿越工程已经完成62% 沿水关隧道穿越工程即将完成 东段的43条大中性河流穿越工程也已经全部竣工 按照规划2003年底前 静边至上海段建成投产 并开始向上海供气 2005年轮南至静边段投产 实现全线贯通 中央台综合报道 三峡大坝蓄水方案目前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再看报道 23号上午 在葛州坝集团施工人员的指挥下 深孔最后一扇弧形工作门缓缓落下 至此 三峡大坝23个泄洪深孔的扎门已全部下闸到位 这标志着三峡大坝蓄水方案已进入了实施阶段 按照蓄水方案 在蓄水时将首先关闭23个泄洪深孔 然后逐步调整导流底孔开启孔术 直至水位上升到海拔135米高程 蓄水达到预定高程后 再逐步开启泄洪深孔 并关闭导流底孔 以保持出入三峡水库水量的基本平衡 中央台记者报道 5月23号中国劳动保障部召开 加快推进再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劳动保障部部长郑思琳在会上强调 2003年中国政府要帮助100万以上 大龄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针对目前女性40岁以上 男性50岁以上就业困难的下岗失业人员 劳动保障部要求各地依托街道 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和社区工作人员 莫清所有大龄下岗失业人员的底数 并逐一建立台账记录 把帮助困难对象再就业 按照具体人员落到实处 各地在建立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制度的同时 要全面落实免费再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政策 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更多的岗位和机遇 此外劳动保障部要求 各地在加大防治飞点力度的同时 还要兼顾防治飞点的特定需求 与就业岗位开发结合起来 为下岗失业人员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中央台记的报道 由中国南方基金管理公司 发起设立的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从23号起正式发行 这是中国国内基金市场 推出的首支保本概念的基金品种 这支避险增值基金每份一元 最低认购金额1000元 认购费率为1%和0.5% 发行期从5月23号起至6月25号 预计发行上限为50亿元 基金以三年为一个避险周期 投资者在持有该基金三年到期后 可以收回总额保证 不低于其投资的金额 我们是这次专门引入一个 叫做投资组合保险的机制 就是说我把资产中的很大一部分 我先投向了一种固定收益类的产品 他们为我们这个基金投资产 提供固定收益的这种安全保障 然后我们再将适当的资产比例 投资于这个股票资产 来达到期末资产的价值 不低于它起初投资价值的 这样的一种效果 目前中国国内基金市场 有股票型基金 战券型基金 散型基金等四大品种 此次发行的避险基金 主要面向期望低风险的投资者 中央台记得报道 今天是毛泽东在 延安文艺座坛会上的讲话 发表61周年纪念日 中国书画界文艺界的 著名艺术家们 联手在北京举行 声援抗击非典捐赠一眼活动 上午10点 萌萌细雨中 中国书画界文艺界的 著名艺术家们 聚集在文化部办公楼前 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 举办了一场 别具特色的捐赠一眼活动 国内数百名知名画家 在活动中捐赠了 400多幅绘画作品 著名艺术家们 还表演了新创作的文艺节目 为了举办这次活动 艺术家们精心酝酿 策划和创作了多日 希望能通过此次活动 鼓舞大家团结一致 早日战胜灾害 我作为艺术家 他有责任 和医护人员站在一起 用我们手中的画笔 用我们的艺术品 跟他们精神上的支持 希望能够通过 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举动 这样一个演出 给大家振奋一种精神 给大家一种力量 尽管我们不能够 像医务工作者那样 在一线的直接去 抗击非典的参加 这样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通过这种形式 也能够表达一下 我们艺术工作者的心情 除了白亿之间 天使这种奉献的精神以外 我觉得更让我感动的是 整个民族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这个活动是文艺工作者 一种自发的要求 我觉得会表达 对我们在抗击非典 第一线的全体 医护战士的慰问和深远 也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意 文化部部长孙家政 在捐赠一眼活动中宣布 此次活动所得的捐款 将全部捐献给 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的 医护工作者和医疗部门 中央台记者报道 中国卫生部今天下午通报 中国大陆非典型肺炎的 最新疫情 5月22号实时 零一星一起 对地球资源进行摇杆探测 零二星和零一星 都属于我国第一代 传输型地球资源摇杆卫星 零二星是在零一星的基础上 进行了可靠性的优化设计 使卫星质量和可靠性 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卫星通过不同的摇杆器 获得可见 降雨强度不会很大 但因前期水位较高 当地仍需密切关注水星 由于金黄大陵河 就将第一批商员运到了 新级第一人民医院 截至目前收治的 12名重症病人 已有5名脱离危险 其余病人 仍在紧急救治中 北京基水潭医院专家 今晚将赶布什家庄 指导救治 对身份确定的15名死者遗体 在征得家属同意后 今天上午进行了火化 对于一些肉眼 难以辨认的遇难者尸体 当地公安人员 正采取各种办法 进行技术鉴定 以尽快确定身份 考虑到企业主已经死亡 在依法对企业账户进行清理后 发现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 对职工进行赔付 所以新级市委市政府 今天决定 通过民政部门 以救急救助的方式 进行救助 目前事故现场清理工作 已基本结束 引起爆炸的直接原因 已初步查明 到处都设置入账 刘靖仙已去24小时领检 让花年居民 仿佛回到了戒严时代 心机可疑的 还是很明显的 有行贿的动作 一般来讲 这种入检方式很难查后 一般除了说有情报 上面说有情报 确实有顾车子进来 确实很明显 我们才会来 为了抓费选 除了花莲的远警 还调来460名保一警人 分批沿路巡逻 只是这样的做法 让花莲人反感 远警心里也很忍耐 为了配合中央宣示查会的决心 不仅检察官反弹 远警做得不够 上级质疑 做得太过 又遭到各界批评 基层远警里外不是人 万是你是原住民的话 你有什么感觉吗 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金展大街的 朝阳区救助管理站 记得看到 这所由闲置的学校 改建成的救助站 已出具规模 一进大门 就可以看到醒目的标语 和工作流程示意图 接待大厅和各接待区域 都有显著标志 由教室和原教宫宿舍 改造的男女宿舍区 就餐大食堂 男女浴室 盥洗间都已整齿一新 完全可以满足 为生活无浊的流浪基讨人员 提供基本时速条件的要求 据北京市民政部门介绍 过去北京的 收入潜送站 地处昌平郊区 不适应改造为 新型的救助管理站的要求 除了朝阳区救助站外 北京还在海淀 丰台 石井山三个区 采用租赁房屋的方式 在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了筹备 四所救助管理站的任务 并初步具备了 一定的接待能力 目前四所救助站 工作人员 已全部接受了 政策理论和工作程序 等方面的培训 这些中央才报道的 据了解 目前全国各地 833所 原收入潜送站 已经全都完成了 设施改造和人员的培训 这里是原广州市 收入潜送中转站 城市吴卓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管理办法 将于8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为了解救助站改造情况 我们来到了这里 广州市是 全国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 经过公开招标改造后的 救助站 将成为在广州生活 没有着落的流浪人员 温馨的家 走进救助区 记得看到 这里的宿舍都装上了 可推拉的铝合金窗户 房门也由原来的大铁门 改为现在家用的防盗门 在床边靠墙的地方 落着小铁皮柜子 收住者可以将 自己的物品锁在柜子里 强制性的标语拆除了 隔离栏和铁栅栏也拆掉了 原来的隔离区 现在改名叫生活区 在江西的几家 救助管理站记得看到 原来的大通铺 改成了单人铺 新添置了床上用品 和牙刷口碑等日程用品 房间里还配备了 彩电风扇和一些常用药 按照新的救助办法 救助站不得安排 被救助者从事生产性劳动 天津市救助管理站 有一块30多亩的 农业生产劳动教育基地 现在正是下书时节 今天记得赶到这里 发现在田地里劳作的 都是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为了让工作人员 能适应新的救助管理办法 郑州市救助管理站 对全体工作人员 进行了培训 让大家了解法规 转变观念 便强制性的管理 为关爱性的服务 而重庆市救助管理站 工作人员说 现在不论是硬件设施 还是工作人员的心理准备 都已经到位了 在救助站里 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 遇到困难不用愁 救助帮你解忧愁 热情服务真诚解忧 愿关爱伴随你每一天 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援助条例今天出台 并于9月1号开始施行 条例明确规定了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 首次规定了社会团体 事业单位 有了 ament 存 Eden 心 说 object 细部 优优